在加拿大买房没有确定好这四点 咱们千万不要盲目下offer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踩个大坑 抓紧点赞收藏 或者发给您进区需要的朋友 第一 提前在Ecofax打一份信用报告 而且确保银行的流水是没有问题的 跟贷款经济沟通 确保自己能申请下来贷款 第二 一定要和地产经济明确你的交房日期 首付款能什么时候到位 这些都是地产经济在跟对方谈判中 可以给客户争取的潜意 第三 如果市场条件不允许 我们拿到验房和贷款的条件 可以提前预约验房时 做一个walkthrough 确保房屋结构良好 因为你一旦下了from offer 之后再有什么变化 那就要完全看卖家的脸色了 第四 提前看好买卖合同 明确不了解的信息 咱们不要不好意思问 这是你的权利 也是你了解和熟悉房屋买卖合同 最好的机会 一旦签了字 法官可不管你是不是懂英文 以上是一飞总理的四点避坑指南 你还知道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欢迎我们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一飞 你看您身边的地产经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